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天本人就被盯上 抱怨一些不为人知的内情 心徒就会毁远一旦 而众都狗仔中 诸位绝对称得上是头好人物 诸位维持卦大众 带来了很多新颖的音讯 比方文章出轨 骂容出轨 白百科出轨 以及最近的李小璐出轨新闻 都是网友茶余饭后津津有味的话题 李小璐事件之后 穿了骂苏 捕了黄义清 关于黄义清爆料是否真实的问题 一直是网友们讨论的焦点 近日马松现身法院起诉黄义清 使得案件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网友都说诸位是娱乐圈的忌尾 可是这次似乎真的惹错人了 在李小璐耶稣门事件即将结束之时 诸位又发一大招 热得娱乐圈风生水起 网友们连连趁手拍快 可是有些人心里却愤怒不已 可能爆料这么久在娱乐圈 确实也得罪了不少大佬 第二届猛料 蓝结英信七门事件背后的老大被指出 大哥曾志伟一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现在命运如此凄惨的蓝结英 除了被人同情之外 似乎没有任何结果了 诸位被称为文娱圈的纪检委 很多人都等待诸位 下次会有什么爆料 但是这种等待以后可能要落空了 近日 微博一名为文娱红人馆的大V透露 由于本次李小鹿事情涉及文娱圈任务太多 事情不可识多 好多自立老的前辈结合投诉 世上最严的网络现严令 姑娘六月开 端实行 诸位的全民心探工作室 将被连根拔起 赤瓜大众很贴奇 所谓的前辈是谁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看了卓伟的微博 发现卓伟时号爆料的蓝结英指控曾志伟视频曾经被删除 曾志伟在文娱圈敌 却有一定的能耐 不想到和网友爆料的封杀消息有没有关系呢 此微博一出 遭到多人的反对 以为假如没有了狗仔 那明星出会就不怕了 而且有人质疑英顺的真实性 话说 被主委爆料的人中 马容的下场应该是最惨的 如今简直像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此音讯一出 有人站出来为马容说话了 不晓得是谁给的勇气 此音讯目前真实性不肯定 文娱圈中的是真真假假 谁一出不分明 你希望周伟的工作室被连根拔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